男人有三宝 胡子 发型和肌肉 尤其是胡子 几乎就是一个历经沧桑 的男人无言的证明 虽然本格曾经也是小鲜肉 但肉只能鲜一时 最近本格的自我定位 师成书有故事的牙匹大叔 用女同事的话来说 比起小鲜肉的嫩 我们是行走的荷尔蒙 是白衬衫下若隐若现的胸肌和手臂 是沙雅雌性的低音泡 是夹杂着淡淡烟草气息的胡茶和亲吻 就连男明星留的只要胡子 人设也自动成为成熟 性感 男人味 杜春直言 每胡子自己都不太习惯 胡哥留了胡子明显慢了几分 无锈波的胡子都快成了他的标志 想和本格一样 当个胡须牙匹大叔 请读下文 在古代时髦的男人都留胡子在古代 基本上男子到数万的年纪 一般为16岁就会开始留胡子 秦汉人以多虚然为美 庞宋施展胡子大为流行 好惹咨须是后生 关于的胡须有数尺长 与日本人只留底下中间 一小撮的方块胡 完全不同 中国传统胡子为八字胡 左右分良品为端或上翘或下垂 明代朱棣和清朝康熙在国外 去胡须更受欢迎 法国国王陆毅期是因为剃掉胡子 王妃埃拉诺觉得 他没有男人为果端离婚改嫁 而去大胡子的英国国王亨利二世 为了讨回埃拉诺首次出嫁石培家的土地 与法国展开了三百年的争夺土地之战 历史上称作胡子大展 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中叶期间 西方是不流行叙叙的 很多油画里都体现出这一点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之后 胡须又突然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 科学家 艺术家 革命家等 都留着扫把式的大胡子 好识 你知道他们都是谁吗 留胡子是一种可梦不可及的梦 身边是不是很少看到有人留胡子 除了觉得看起来年龄大的外 更多是因为 真的很难留起来 从病角一直延伸到下 恶在环绕半周的洛塞骨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也容易看起来不习条 下图 胡亦凡的胡子错在留得太密 更别提真正意义的续胡 是要向女人修眉衣 让她经常对着镜子修剪搭理的 这种女性未狠足的行为 显然很难被钢铁直男接受 也许是因为了 陆寒和李一峰都是选错了造型 比起苗梅铺粉的行为 由一个男人味十足的胡子 才能满足我们处处 想要当爸爸的心态 不 关键还是帅 成熟 有型 但要注意 欧美人流的胡子也许并不适合我们 所以本格挑选了两款不容易出错的胡子造型 亚洲男士适合的胡子一新手入门 和鬓角相连的优字型 适合面容清秀的男士方法 两天不刮胡子后用剃须刀轻微带过 流出虐带清茶的感觉 下巴位置的胡子可以适当长一些 唇上胡子一定要短 这样会让你看起来非常的慢 却不会显得不整洁 可以很好的中和年龄的青色感 胡茶也适合在你还没有准备好下一阶段 要换什么造型时 用来缓冲和过渡 二万斤油造型 W字胡加唇上胡文青牙皮 成熟大树必备方法 在下唇位置流出一道胡须 与下巴的胡须有连接上的感觉 在下巴处流出浓密的胡须 如果没有的话 并修剪调整到自己适合的长度 还可以在上唇处流出一条宽宽的胡须 修剪出短直的感觉 这种胡须对于窄下巴 有着很好的修炼作用 适合方脸男士用来柔和脸部线条 削弱脸型带来的胸感 也适合为圆脸男士增加严肃靠谱的职场气质 削弱猛感 适合头发上书的发型款式 吴秀波在胡须造型方面 算是最高的一位 真的势极从容 潇洒 不紧不慢于一身 也改变了一贯女性对胡子男的坏印象 还有小甜蟹让的丧帅造型 一戳小山羊胡子看起来 是欲品欲有味道 本格总结了一个简单的脸型和胡须的搭配 望着卫笑纳圆形脸 适合上唇须和山羊胡须 使脸型加长 尖脸 适合落腮胡须遮盖下汗角 特别是腮帮处的胡须一丰满厚实 这样可使脸型协调长形脸 可紧在下巴处留胡须 这样可使尖下巴变得不明显 腮帮处不遗留胡须 也不遗留山羊胡 因为山羊胡会使下巴显得更尖 国字脸 京 不要 优优独特 优独特 继统